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床头放上这三样东西,能从年头望到年尾。 一起来听,床是卧室风水中的一个重要元素,而且也是我们在家里经常休息的地方。 因此其风水一定要调节好,这样才能够让自身的风水好一些,从而影响我们的运势问题。 比如,对于床头都有那些讲究呢? 如何摆放才能增加我们的运势呢? 一、床头放这三样,增加旺气。 其一、钱币。 钱币是世上流通的一种货币,有了钱就可以换回自己的所需物品。 一个家庭富不富裕都要通过钱表现出来,因此钱币也称贵重之物。 以前的钱币多为铜钱、元宝、金银钉,很不方便携带。 即使放在家里,也多有不安全感。 尤其是平民百姓,对于钱的来之不易更加地珍惜。 因此,一些穷苦人家的人们就会把铜钱放在床头枕头下面。 认为也只有这样,心里才会踏实,才会觉得比较安心,避免辛辛苦苦赚的钱被偷或者丢掉。 久而久之,人们认为钱就应该放在税的地方。 钱是人们的念想,人们常说日有所思,夜有所想,方能梦想成真,把钱币放在税的地方,夜夜思之,思之有之,故有招财之意,枕钱而税,寓意着就招财尽宝,财源滚滚来。 因此,也就有了床头放钱币可以忘财的说法。 直到现在,在农村,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们仍然有枕钱而税的习惯。 不过这个习惯已经不再是担心钱被偷被丢了,而是为了这个美好寓意,希望能够招来财运。 同时,床头放些零钱,也是为了日常消费使用起来方便。 这也充分反映了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的追求。 其二,床头柜。 床头柜不仅仅可以放一些常用之物,更主要的是能放一些书籍。 在以农耕为主,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年代里,人们也没有电灯可用,也只有一盏煤油灯照亮,但多数的人们读书的习惯还是有的。 床头放床头柜里面放几本,自己喜欢,看的书很是方便。 古代的人们贫穷,一般家庭是没有书房书柜之说的,因此床头柜也就成了部分穷苦人家的书柜。 常言道,书中自有盐如玉,书中自有黄金屋。 古代人普遍认为,书柜会积攒福气。 因此,只要是一些稍宽裕的人家,都会放置书柜,而没钱人家就以床头柜替代书柜。 久而久之,放床头柜和放书柜就都成为了招财纳福的象征。 虽然多读书并不一定能马上发财,但多读书就会多懂一些道理,因为人们都懂得读万卷书就能行万里路,这个道理。 也只有多读书才能了解更多事,才能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游刃有余。 一本好书的确能给人提供精神食粮和创新的理念,能够让自己受益而转化为物质财富。 其三,葫芦。 过上幸福生活是每个人的追求,都希望自己福气多多,裁员不断。 而葫芦的谐音,福禄,有着福禄同时来的寓意。 葫芦口小肚子大,又有着意进不意出的意思,寓意着财富只能往家里进,不能出。 人们常说窗台放葫芦,家里会变富,葫芦压窗台,福禄自然来,就是这个意思。 人们认为葫芦就是一种吉祥的象征。 因此,床头放葫芦也成了一种招财内服的吉祥物。 其实,古人床头放葫芦是有另一种原因的,因为在古代葫芦是盛水的最好物品。 床头放葫芦就是为了晚上口渴,能够及时地饮用。 二,床头放这几样,减少旺气。 其一,镜子。 床头不易放置镜子。 在床头放镜子是很多人的习惯,因为这样一起床就可以拿起镜子来看看仪容怎么样。 其实,风水上床头不易放镜子,因为会直射床头,容易把煞气反射到你的头部,导致睡眠质量差。 其二,古董。 有些人喜欢摆放古董,甚至还把古董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。 其实在风水学中,古董可是煞气阴气非常重的事物,因为很多古董都经过战乱,身上都不知道沾染过多少鲜血,有些甚至是随葬品。 所以摆放和购买时一定要慎重。 其三,手机。 相信很多人睡前都习惯玩会儿手机,但正是因为这个习惯,才会让我们晚上睡不着,白天醒不了,精神越来越差,身体频繁发出警报。 专家建议,想要提高睡眠质量,一定要将带屏幕的电子设备,如手机、平板电脑、电视等物品,带出卧室,远离床头。 这些物品都会不断刺激你的大脑,让你的精神处于兴奋状态,从而导致入睡困难,心绪不宁。 想睡个好觉,先远离手机,让大脑彻底关机休息,才能尽快进入深度睡眠。 其四,闹钟。 闹钟的滴答声音会影响入睡。 当人熟睡的时候,闹钟忽然大声地响起,会使人精神紧张,一下子很难缓过神,甚至还会出现血压突然增高的情况。 建议睡眠质量不佳,睡得浅的朋友,选择声音较小的闹钟,或者别放闹钟。 如果需要定时叫醒的话,也尽量把闹钟声音调得小一些,免得忽然响起的闹铃,惊到自己。 其五,花草。 床头要避免放宽大叶片的大型植物。 到了晚上,这些植物会消耗氧气,释放二氧化碳。 如果再加上卧室面积较小,或没有开窗通风,可能会对睡眠质量造成影响。 另外,也不要放有香气的植物,比如百合、油加利等。 虽说它们的气味本身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,但太刺激的味道,会让我们很难入睡,有时候还会造成头晕。 同理,香水、有味道的化妆品,最好也不要放在床头附近。 如果喜欢植物,摆一些小型的吊篮、绿螺、鼠尾草或者多肉类植物,是合适的。 其六,毛绒玩具。 毛绒玩具表面非常容易隐藏灰尘。 有些毛绒玩具外表看着亮丽,内部却可能含有大量的病菌和甲醛等物质。 还有一些毛绒玩具是用有害的化学纤维填充的,容易使人流泪起红斑,甚至会引起呼吸道和皮肤感染。 甚至还有些厂家会利用黑心棉作为内部填充物,这些肉眼都不好分辨。 如果非放不可,大家一定要购买正规的商品。 其七,宝剑。 有一位朋友,在一次旅行中,买了一柄号称能镇宅的宝剑,将其悬挂在床上,以求辟邪。 但从那以后,他就一直做着噩梦,吃不下饭。 在风水中,床铺的气息必须是纯净的,而刀剑则是锋利的精气,只有在有煞气的地方才能起到压制的作用。 如果把它挂在床上,会让床上的气息不稳定,从而影响到人的睡眠和身体。 其八,空调。 空调是现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在夏天,空调为我们带来清凉,在冬天为我们带来温暖。 但冷风吹得太厉害,室内的空气也不稳定,许多人的身体素质都不能适应,长期被冷风吹久了,很容易着凉。 所以,空调不能放在床边或挂在床头,不仅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,还会给人带来不好的运气。 总之,风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,只有注重身边风水,摆放正确,空气中才会流传着好的风水能量。 给自己带来运气,如果随便摆放,放了一些镜子之类的,就会影响自身的风水,让自己陷入麻烦当中。 感谢你的观看,愿你浮身无量。 感谢你的观看,愿你浮身无量。